今日的九重天虽然已是深夜 但依旧是热闹极了 原因很简单 四海八荒的神仙这两日总是疯狂地往九重天跑 从前污罩神仙们都极少有机会上到九重天 趁着这次奉九地后的消失 众位神仙抓紧一切机会 况且又是寻找地后这样的大使 说不定运气好还能被东华帝君另眼相看一番 因此虽然是深夜 但九重天却是热闹极了 仙子公俄都不曾睡去 反正神仙们也没什么疲倦感 加之如莫冤上神这样的尊神都在此 自然要看一番热闹的 这部东华帝君大摇大摆 牵着地后的小手不失法术不做隐身 就这样从南天门徒步走向一时三天 人人都说帝君今日心情好 都忘记了用法术 但只有几位看着两人背影连连感叹的尊神知道 东华帝君这哪里是忘了 这分明就是故意的 一方面要堵住悠悠众口 谁让他们胡宗东华帝君背着地后沾花惹草 另一方面东华帝君也着实高兴 自己的媳妇儿终于回来了 这不得好好炫耀炫耀吗 就这样 凤九一身红衣 东华帝君一席尊贵的紫衣 两人牵着手既不着急 也不十分缓慢地走在九重天的路上 来往仙子公俄都纷纷行礼 凤九也是心情颇好的点头微笑算是回了礼 东华帝君此时的表情简直不能用甜蜜来形容 那表情简直比大婚那天还甜蜜的模样 凤九瞟了一眼东华帝君 道 你是不是做什么坏事了怎么如此高兴 东华帝君心情颇好 道 从前我心情好的时候 你总问我怎么如此反常 看来现在小白你愈发聪明了 凤九轰了一声 道 我本来就聪明 什么叫愈发聪明了 你说说吧 你又做什么了 这个幼子一出 东华帝君心中便十分肯定方才在南天门凤九所为何事才如此那样了 帝君轻轻松了一口气 道 方才你找我算账 回到太成功我还要找你算账呢 凤九一听 惊讶道 我这一个月在凡间历节居然也能惹到你 莫不是你故意找茬吧 东华帝君不作声 只是笑了笑 那笑龙在凤九眼里 分明就是坏笑 凤九继续说道 小狐狸仔子你可照顾好了 猝不及防 东华帝君万万没想到 媳妇回来了 不先问问自己好不好 却先问那个乳秀未干能话都不会说的小狐狸仔 东华帝君满心不乐意 但依旧回到凤九道 当然我照顾得可好了东华帝君此时说这话 着实有些心虚 自从凤九凡间历节 东华帝君也就前两日还是是关心这小狐狸仔子 可是后来就转交给少婉白浅他们了 再不然就视众林整日看着孩子 想到众林 东华帝君心中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好几日没有见到众林了 帝君老人家向来未雨绸缪算计得好 此时他已经感觉到一丝不妙的气息 便接着说道不仅我在照顾就连你姑姑还有成玉少婉他们也都来照顾了 小狐狸仔被照顾得很好 原本东华帝君不说之后面半句也还好 但后半句一说出来凤九顿时停下脚步 看着东华一脸狐疑地问道真的吗 东华帝君此时的表情就像是在阿兰若之梦中 自己隐瞒苏默夜来星却被凤九抓了个正着的时候的表情 微微瞪着眼睛努力表演道真的 东华帝君次画说得斩钉结铁信心十足 以至于当凤九帝一脚迈进太成功见到众林之后大吃一惊 凤九此时见到东华帝君如此表情 一时觉得这表情似曾相识 但又着实想不起来什么时候 因为什么事情在哪里见到过帝君同样的表情 因此不再追问 只是稍稍安心随着东华帝君往太成功走去 此时 南天门还聚集着四海八荒的神仙 神仙们依旧在讨论着方才帝君帝后两人之间的对话 讨论也就罢了 居然还有了分歧 这分歧在于 一派说东华帝君向来颇受四海八荒女仙的爱慕 无论神仙妖魔 都对帝君老人家念念不忘 帝君感受了情爱的感觉后 再奉酒帝后历劫之时一定按捺不住寂寞 因此沾花惹草了些女仙 被帝后知道了 因此才一回来就发难 另一派则说 东华帝君向来肃目耿介 绝不会沾花惹草 一定是在什么别的什么事情上 做了让帝后不开心的事 两派讨论的火热 完全没有注意到还没有离去的几位尊神 连颂终于看不下去了 轻轻咳了一声 谁知这善意的提醒声 完全被淹没在了众位仙者热烈的讨论声中 连颂尴尬地打开折扇 装模作样扇了两下 随后再次大声道 东华帝君也是你们可以随便议论的 这一声恰到好处 在仙者们讨论的间隙事实地说了出来 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尊神还在 此时此刻原本和谐地讨论 现在却各个府地请安陪罪求饶 连颂看着这群仙者 又转头看了看莫冤上神 莫冤上神冷冰冰地看着跪在地上的仙者们 冷冷道 叶华 如今天足这么没规矩吗 叶华原本已经准备阻止了 没想到却被连颂抢仙 此刻也觉得脸上挂不住 道 私下议论帝君 你们应该知道 帝君定天下律法 如今你们且各自回去 明日自来酒成天领醉吧 说吧 先怎么连忙惶恐地谢了恩离开了南天门 连颂道 我们也回去吧 明日说到明日 连颂突然停下 惶恐地看着各位尊神 众位尊神原本也要离去 连颂说话说了一半 众位尊神也好奇地看着他那张惶恐的脸 成遇到 怎么了 连颂迟疑说道 这几日 天童公主是谁在照料 此话一出 众位尊神一阵沉默 我前两日照顾的少晚道 白浅 我大前日 诚意想了一下 我在白浅上神之前 折眼往后退了一步 道 别看我们 我和珍珍就第一日照顾了一下 连颂将手中的扇子重重拍在了自己手上 道 坏了 众位尊神此刻自然也明白了连颂的意思 沉默了半天 少晚终于打破了这沉默 道 那明日我和莫冤便不来了吧 少晚这个提议一出 白浅立刻反对 走到少晚身边 拽着少晚的袖子 道 别呀 你和师父不来 我和叶华怎么办 叶华也帮腔道 是啊 大哥 我和浅浅两个人怕是有些吃不消 莫冤上神沉默了半天 道 那那我们晚点来 莫冤上神看着少晚犹豫地说着 少晚想了想 道 也只能如此了 此刻 众位尊神无心道别了 各自懒散地回到先的 想着明日该怎么办 北枉 光 地 散 淀 午 反 軀 纹